五年前的青春不死 五年后的梦想出发 你说这是美军还是NB 怀旧 青春 梦想 唤醒一个时代年轻人的忧伤 我真不喜欢这样 要小心想出来得罪人 我就觉得太功利了 我拍两大伙的时候 我已经制伴了好几时候 那种生物休闲 就像我们这样 自嘲 甩针 迷惘 见着网络时代的光荣与梦想 每天随便看视频 还能拿工资 做着就把钱挣了 有人往台上送啤酒 喝了我这兔 再他妈送我全 阿斯克脸上 扔地上都不喝了 不干了我 人就是贱了 关键我那哭的真实 我那哭的真实 我自己都不会把我自己感动的 不行了我在这 演完之后我一看 我把乐喷了我的 优酷总裁魏明对话筷子兄弟 讲述突然提前的青春期 我小时候看了都变态漂亮了 我说这俩人怎么就在经历 这是干嘛呢这是 哎呀妈呀 当时我六岁也就是 这是什么啊 《青春期》就因此提前了 回忆粗不忍事的梦想记 我看到阿大利贺本出来的时候 我都疯了 那你之前你可能看了很多印度 已经接受老外长相了 最后他是93年去世的了 我刚好大二 去世那天的那张报纸我还留 真是个有心人 因为那一天就觉得 哎呀突然好像有什么东西就没了 一夜成名后的五年沉淀 一鸣惊人后的再度出发 红的蜕变的时候 只有你自己才知道 那个蜕变的那个时候的那种 切肃的感受 肖央 王太利 魏明 一场撕裂自我 剪碎青春的深刻对话 这次去纽约的机会可不是白来的 这把咱们要是成了 我保证你一年最少挣这五百万成不了 我去美国我卖银给你这个钱 你说这是美军还是人民币 这部名为老男孩之猛龙过疆的电影 是筷子兄弟第一部大荧幕作品 这对成名于微电影老男孩的草根组合 和互联网电影一起成长 而这部两人的大电影《处女座》 更是成为互联网电影人向大荧幕致敬的 手不诚意之作 老男孩的微电影成功以后 你最嗨的时候 你最忘掉自己的时候 最得意忘心的时候会是谁 有没有那种排着队等了三四个小时 然后就为了见你一眼 签个字 然后就披着披着 但那种是压力 那对你来说是压力 如果现在门口有两百人 他等你签门了 他真的是 他带来的政变的情绪比较少 然后过年回家 大早上睡觉 9点多 还在被窝里 我妈来了 快起来 有人找你签名了 你听起来好像是个好事 他不是个正常人的生活 对 他要起来签名 他得瘦瘦是吧 得捣捣捣捣捣 还得洗脸 其实还没睡好 对 很多都是为别人活着 吃饭也是 你就要不自觉的去扮演别人眼里那个你 那个非常累 但他们说出了名的人都有这样的虚伪性 一面在想着自己的 就是得到的这些关注所带来的名和利 对吧 一面又很烦你们 但是真的有一天没人找你的时候 心里又开始 哎 手机没开吗 对 人就是贱 对 所以在里边你看我说那个肖大宝就有这个心态 每天有人往台上送啤酒喝啰之兔 这个行业就这样 好在还是起码稍微年长一些经历这些了 30岁以后经历这些了 不是年轻的时候经历 年轻的时候经历可能 可能人会变的我觉得 那个对人的冲击力挺大的 其实你会觉得世界就是这样 就是应该的 当那些东西没有的时候你就会特别麻烦 所以年长就会好一些 看多了很多东西 年长你知道它是一种现象吗 它是一种一时的现象 你认为它不是一个生活本身 那起码你能知道是这个 你们觉得你们能红吗 我们看看表演吧 筷子兄弟一夜成名 老男孩也成为了那一年最艳的词汇 他形象的描摹出青春渐远的大龄青年的梦想与不甘 激起万千七零后八零后的工具 但是当微电影构筑起的梦想世界 遭遇投资商如狼似虎的票房诉求的时候 筷子兄弟听到了梦想破碎的声音 春天啊你在哪里 我也不喜欢电影行业 其实当时你说这个话的时候 很多人会很吃惊说 很难想象筷子兄弟然后肖羊 然后拍了这么成功的微电影 说其实我不喜欢这个行业 我真不喜欢这个行业 很多人想知道原因 请你讲一下 要小心想出来得罪人 我就觉得太功利了 我还是跟我要自己比 我要做广告导演 反正广告导演就比较简单 然后等你真的进入到电影行业里 你就会发现 名利场 那种浮躁的心态 然后很多那种 想拍戏器那种功利心 比广告做广告那些客户 一点区别都没有 但是拍广告多简单 对我来说 拍电影就那么复杂 就其实那个时候让我接触完 然后产生退却感 我当时确实是 我觉得还不是拍广告 那这样的话 不是拍广告 我还是被各个公司 来找我给他们拍电影 然后为了票房 每个人都在讲 票房怎么才能好 票房怎么才能好 就从来他们就很少有人跟我说 说你看这片子怎么才能做好 全都是这样票房 你看最近有片子什么票房 那个票房是这样 票房票票票票房票房 你把它声音做 做一压缩就是票房 就是你给我一个 刚刚就有点热情的人 刚进入这行业 其实是有打击的 因为我也不是完全说 为了生存去做这件事 就觉得好像 哎呀再说吧 因为我当时 我是当时做广告导演 我就觉得做广告导演 挺现实的 也挺好的 我做的也不是游人有余 就是起码挺稳定的 然后再拍一部微电影 然后再回来做广告导演 赚点钱 至于做电影 因为我一直没有那么想 你拍完微电影以后 你都还觉得 其实回到广告导演的这条路上 是更现实的路 老王已经被你客户变成了 变成了合作伙伴 他也不是说他一定要做演员 我已经去拍老大厂的时候 我已经制办了好几艘那种 商务休闲 就像我们这样 都没想到 但是以前那些 我们一起合作过的 像那种青年导演们 当时我们跟他聊的时候 每个人都有一个想法 就是我现在是一个微电影的导演 加入了青年导演服饰计划 那下一步 我的梦想就是要把我的作品搬上大萤幕 甚至说我就是 就是冲着大萤幕去的 其实不完全是这样 魏明是当年系列微电影 《十一度青春》的发起人和策划人 如今已经成为优酷总裁 五年前包括老男孩在内的 系列微电影《十一度青春》 在优酷推出 但最终只有十部上线 当大家都在调侃 还少一部的时候 魏明给出的解释是 那第十一部 是我们一直等待着的大电影 我喜欢是喜欢电影 做一个载体 能够把你自己 对世界的看法 你的价值观 你的东西放在 你可以像 好像你像上帝一样 建立一个世界 那个挺过瘾的 然后去给很多人看 然后去影响 不同人的一些生活 然后给别人带来 积极的一些影响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 但是他太他妈的辛苦了 太累了 真的是 所以你看盖茨比 看美 我看的是美 你看的是美背后的辛苦 对我看心境路挺好的 是要让我弄 怎么弄 所以我就为什么就是 就拍的比较省开了 老男孩三年以后 才拍这个东西 我觉得要多积累些东西 因为他太辛苦了 如果你不准备的好一点 充分一点 如果你不在里边 都充分的你要表达的内容 你去拍一个空洞的东西拿出来 你用那么辛苦的 劳心劳力 那么多人来帮助你 这个兴师动众 做一个东西 他就失去他意义了 踏实的近乎于现实 这就是肖羊给人的忍受 他从不会画病式的夸夸其他 而一夜成名 也没让他感受到太多的幸福和嚣张 当每个人都认为 风头正进的兄弟二人 会借此进军大电影 当无数热钱找上门来 希望在大荧幕上 复制互联网奇迹的时候 筷子兄弟却选择了逃避 他们重回广告圈 踏踏实实作为了自己 电影跟广告之间有什么区别 广告的最大极致就是 大家把它当内容看 这才是最高水准的广告 其实前段时间还有一个品牌 也是拿着手机拍了整个它的TVC 全部是用手机拍的 但是我们先看到的是 它的一段结果 就是多少多少秒的 一分来钟的一个内容 后来有一段花絮 花絮就让你看到了 他们怎么用手机去完成一次拍摄 当然了 就是现在手机已经到4K的阶段了以后 大家可能余地更大 前两天我还跟他们聊 有没有可能拍一种 拍一个像牛布莱尔那种 成本特别低的是吧 用手机拍的一种电影 或者是微电影拍的 这有没有可能 大家都所有人都是合伙人 包括演员 从摄像师到什么 全都大家不出现 用互联网众筹的方式 对吧 再用手机加4K 然后拍出一段 就是新的一个东西 老肖有兴趣吗 等把这个事情做完 因为他太那个了 说了半天 他都没说到点上 因为做一个事 最重要的不是谁来做 什么人来做 是有共的本事做好 就我们要做什么 这些人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你找一大堆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最重要的呢 最重要的是东西拍的好 对吧 不是你用什么方式拍 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吧 你拍好东西 哪怕你用什么方式 你给大家一个非常好东西 那个是别人记得住的 你用各种翻着花样的方式去弄这个东西 你最后还是没说到点上 拍什么 对吧 为什么拍 就是最核心的还是故事 对吧 还是这个创作本身 对 在这个将一夜爆红滋长成大众梦想 贩卖悲情进化成主流价值观的时代 人们不愿意放弃任何一次噱头 去搏眼球 去求关注 但筷子兄弟却始终拒绝诱惑 这让他们成为了这个时代的异类 小时候看的都变态漂亮 你看我印象中比较清楚 就是电视院去看《黑炉孤魂》 你有印象吗 《神秘的大佛》 《神秘的大佛》 对 《黑炉孤魂》 就是中国第一个恐怖片 好像是 你看我去电视院 我才六岁 吓得我呀 六七岁 吓死我了 《神秘的大佛》 我是没看下去的 我当时真的就躲了 我画那个脸谱 对 脸谱 然后长鞭子 我记得 黑太阳731 对 那时候我也小 那时候我都也七岁 你看那根本不一样小 那是我们学校组织去看的 不一样孩子看 根本就 看画皮很吓人的 画皮很吓人 对 还有夜半歌声 对 对 所以你看影像给人带来的那种 对 影像其实像个生活经验 我认为 对 它慢慢融入到有种生活经验里了 我觉得这很好玩的一点 就是去过了别人的人生 你可能永远过不了这样的日子 或者是没有机会 或者暂时没有机会 但是你看了这个就觉得好像 你也活了那么一招 我小时候也喜欢看电影 但我绝对没想到以后要拍电影 居然考了电影学院 那其实已经比我 考电影学院是上的广告专业 广告导演专业 我学美术的 我以前学画画的 我小时候老去电影院 我在电影院里看的第一个 印象最深的电影 《老景》 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刻 那个时候你看《老景》 你看到没了 我完全当毛片看的那会儿 我印象特别深刻 我说这俩人怎么就在经理 这是干嘛呢 这是 哎呀妈呀 当时我六岁 这是什么 新春期就因此提前了 你想想突然间那么多人一起 黑压的一个空间里 然后那么大屏幕放俩人 就在这腻的 张艺萌跟那个吕丽萍嘛 哎呀现在想想 我那天我想把那个老景 再拿出来再看一遍 快三十年过去了 我现在看的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在之后再也没看过 《奇蒙于变态片》 开脚于激情戏的削殃 第一次出手就是足够重口的 《难易记回忆录》 在这次极净恶搞与细泻的 网络试水之后 筷子兄弟开始尝试用影像语言 进行自我表达 当老男孩传递了对青春湮灭的不舍之后 父亲系列更是让人感受到了 子欲养而亲不带的浓浓温情 但是对于大荧幕 筷子兄弟却依旧静而远之 总是向你索取 却不曾说谢谢你 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 每次离开总是装作轻松的样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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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它辛苦呢 它有一个价值 就是因为对创作软件还总是那么辛苦的事吧 它总要有一个稍微行而上的一个目标在那 如果那个行而上目标不在了 那辛苦就都成了辛苦 但是也许你觉得担心的那些价值一直存在 只是你可能没有注意到或者你没有感觉得到 可能是吧 就是所以我还是在还是做了嘛 所以我当时我也没有把它当成 就把这个行业就定性是这样的 我是觉得它总还有它核心的东西 就可能这就是这个行业 这行业可能上面盖了厚厚一层名誉利益 可能也确实有很多人是为了那些名誉利益来的 包括我也不能说我完全我也没有名誉利益的那种欲望 我也不可能 但是它的核心还是在的 它虽然被包裹的挺厚的 但是它那个核心还是在的 光影斑驳的大荧幕 万人瞩目的红毯秀场 光鲜亮丽的生活 成为无数少年心中未来职业的勾画 有人为虚荣不择手段的钻营 有人为梦想痛苦倔强的坚持 还有人找到了符合自己的第三条路 我是从露天电影开始看的 当时八几年你想 八几年也是 然后当我们比如说五六岁吧 我记得 当时我们他们单位吧 就是家里的单位 他们是有露天电影院的 就是后来想想好像就是一停车场 平常是停车车的 然后一块大步 然后把车一拉走 然后厂子就空了 空了以后操场停车场加电影院 大概是这么一个组合 然后呢放暑假特别是 那我们就有时间看 平常上的时候学可能还未必时间 然后几个小伙伴呢 扛着那个条椅 条凳去站座 好下午四五点钟去站座 放在那儿 完了以后呢你还不能等七八点钟放嘛 然后放站了座以后呢回家了 然后呢吃饭洗澡 然后呢就准备去 去的时候呢父母是坐那儿 还带着我 我还有一个妹妹吧 带着妹妹去坐那儿 然后呢我坐不下了 一个条凳只坐三个人到头了 我自己还得再拿个小板凳 然后呢跑到整个的前面去坐 就前面几排 那因为是一帮小伙伴 就是一帮小孩 一起去也不觉得有危险 反正都是一个大院的 所以还好 就是我们小朋友们坐前头 大人们坐后的 特别火的电影呢 就是连前面都不在坐的 怎么办呢 你就跑到电影的屏幕的那边去看 那边隔了一条马路 然后有个小山坡 你就跑到那儿去倒着看 是这么看完好多好多好多电影 后来才有了电影院 后来到了初中的时候呢 给我真正人生的审美方面 造成最大的印象是《罗马佳日》 哇塞 我看到《阿大利贺本》出来的时候 我都疯了 这是初中了 初一还是初一 那正是发育那会儿 就是以前你当时那个时候 也很少见到老外什么的 在那个生活环境里 那你之前你可能看了很多印度片 没有 印度片有 歌舞片 因为接受老外长相了 是那样的 对吧 然后你看到这样的一个形象的时候 觉得这个世界上有这么漂亮的女人 就是这种感觉 就从此对这部电影就印象极深 后来到现在 我可能每几年都会翻出来再看 也看了N遍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 每一句拍的都会对 从头到尾 你说你到我下手 好歹来喝杯 对 女神 后来现在大家流行讲女神了 我才知道 如果要用女神来形容的话 应该是她 后来其实也很有意思的一点是 你看她五十年代就开始拍 对吧 拍到六十年代 后来她就 她生了孩子以后 就休息了 就吸引了 吸引了以后呢 最后出来 其实是为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出来的 所以后来 意思是从儿童会的大使 然后去非洲什么的 后来的那一段 其实是人已经老了 但是你看得到那个老的背后的那些 这种美啊 又是一个年轻时候的那种美 好像不一样的东西 最后她是九三年去世的 九三年是我刚好大二 去世那一天的那张报纸我还留着 真是个有心人 就剪下来 然后就留着 因为那一天就觉得 哎呀突然好像什么东西就没了 后来的感觉是 麦克尔杰克森在2008年是吧 是2008年还是2009年去世的 2009年 2009年 那当就是那个感觉 一下就回来 儿时的梦想不一定会实现 但成就自我的道路却有很多 魏明是一个爱电影如生命的人 不管是清晨还是深夜 不管是微信还是微博 他总在不断的看电影 推荐电影 但是他最终却并没有选择电影 作为自己终身的事业 两句话吧 第一呢 对未知充满敬畏 第二句是 对不同充满宽容 其实是这样 因为我是学理科出身的 我 我知道我即使再喜欢电影 或者喜欢创作 我都不是科班出来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 我也真心看到 这不是科班不重要 不不我到现场的时候 我还不是那么愉悦的 你知道吗 我看到你们那么累 那次我去探班 哇塞 调度这么多人 然后那些器械 那些东西 我发现我并不喜欢那个 我不是最喜欢的那个场景 我只是喜欢你们弄出来以后 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又知道 当你发现你的兴趣爱好的 就是那个广度或者深度 在某个地方的时候 你一定要克制自己 有些时候吧 因为你带着平台的属性 甚至你带着一点 投资方的属性 说实话你说的有些话 别人 不管是出于真的假的礼貌 还是真的 人家可能表现出一定的尊敬 或者重视 但是你是不是真的说到点上了 你是以一个票友的方式去说的 还是以一个真正的专业素养去说的 这是不一样的 所以当你很肯定的时候 你勇敢的讲 但是你也给别人说 可以拒绝 可以PK 有这么一个逻辑 第二你不是那么sure 自己真的那么了解的时候 你没想好之前 你少说 特别是对于真正的专家之前 我觉得你在自己心里说一说就好了 你不一定要走出这一步 这是对所谓的未知充满敬畏 对不同充满宽容是什么 即使你很sure 但是你也发现别人也同样的很在行 也很坚持 那你就想想为什么别人会坚持 每个人 首先跟你能对话的人 其实在现在来讲 也不是随便就是出来那么一个人 你肯定大家都还有一定的就是劣力和积累 才能够在一个场合之下去这么聊 那别人真的很坚持的时候 你要一定要去站在别人的立场上去想一下 他为什么这么坚持 如果这些事情以别人为主 从大局上来讲 那你就忍一忍自己的观点 多理解一下 2005年 威明跟随谷永枪一起投身互联网视频 少年的电影梦 以别样的形式成为现实 那张珍藏已久的贺本去世的报纸可以翻黄 但是梦想却从未褪色 这个呢就是起码你选这个事是你动了心的 就是当时比如说在互联网上创业的方式很多 你可以做网谣 可以做电商 可以做搜索 可以做n多东西 你怎么就会选做视频呢 这后来我们对票人啊 也有这种沟公的时候 我们都在说 每个人聊到最后 就像刚才我们聊一样 都有或多或少有自己的电影梦 或多或少有自己的 关于影像的一些小时候的经历 这些经历 启发了你到最后做那一瞬间的选择 说你想想 我们当时很逗啊 每天随便看视频 还能拿工资 对于一个特别本来就爱看视频的人来讲 你就是做了就把钱挣了 这个这个事还是挺靠谱的事 所以当时开着玩笑 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动机就来 所以当时在做 就是十一度新春在中影的时候 你想中影 原来我们是什么情况 是在电影院里头看到字幕里头出现的那些名字和人 现在老鹏在旁边是吧 这个在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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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觉得突然离这个曾经的那种荧幕要近了 这本身就是一个很让人激动的事情 网络的四季时代 摄录设备的4K时代 给了更多人做梦的可能 但是 是否真的有所表达 还是艳羡那美光灯下的荣耀 是每个所谓的梦想家要刺激相亲的 五年过去了 快思兄弟经历了生活的沉浮 岁月的沉淀 重新携手优酷 推出了大电影《老男孩之猛龙过江》 优酷的十一度青春 也最终满满迷河 所以这五年下来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聊天的时候 老小女子也提到 你其实也像里头的人物一样 经历过 从一个爱好者 或者是半个影像创作者 然后到尝试获得巨大成功 然后又冷静下来 然后再沉淀 然后再一次出发 这个过程真的有这么大的 就是起伏和变化吗 外界看没有 但是其实在一个人内心 它是有了 那个波栏是完全有 你看说出来其实挺简单的 从这当这当那的 它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过程 但是其实就好像虫子蜕变的时候 你自己 只有你自己才知道 那个蜕变的那个时候的那种感受 那种切肤的感受 所以一个戏 其实是一个故事 可以把五年前和五年后的好多人物 不管是影片当中的人物 还是现实当中的 就是真正你的团队 你们的合作伙伴 或者小伙伴们 其实是能够有一个机会 给它全串起来的 其实这个成长是同步的 其实我倒是觉得 就是这个人啊 那个人的生命力 它是野蛮生长出来的 它这就是你要有一个热情 然后你要去特别努力做些事 那个生命就会越来越好 但如果 如果你一想一直做的更好 那你不断的要经历那些东西 但那个还是 它有 让人有存在感 我感觉就是你在工作的过程中 或者你不断的去做一件 就有挑战性的事 的过程中 它是有存在感 其实这我就是 这可以说是一种梦想 但你总要有一个东西放在前面 你奔着那个方向走 你这个 其实人就是这么走完一生的 就我 所以我来讲 如果具象的 我就非常希望我自己 对这个世界的情感 和对这个世界的认识 然后能够放在一个 非常好看的一个电影里面 或者一些音乐里面 然后给所有人看 让人留在这个世界上 这你就来一次 很多做导演的 有导演梦的人 我们聊的时候 聊到最后就是那个存在感 非常重要 就是为什么他会选择这个事情去做 就是因为他最后 就是他要证明他来过 这么说 对 你的作品就是你 你得到世界他来过 对 也许应该用一段 你们最经典的歌曲来表达 他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到底我该如何表达 他会接受我吗 反正我觉得自己 享受电影最大的那个点就是 你在生活当中会碰到很多事情 很多场景 但是你永远过不完你所有想过的场景 或者你因为碰不到有些场景 所以常见只存在想象里 对对对 其实会让你的思想 长得比你的身体大很多 但是呢也不至于说没有机会去体验 其实你说人活到活下来 最本质的可能就是体验 就是你一切东西都最后 从零开始到零结束 对吧 那你说你这一段留下的是什么 其实就是对于各种不同场景 不同事物的体验 而电影其实它给人带来的就是这样的一种体验 虽然你没看到它是假的 对 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真的有一天我们醒过来 可能还不知道是一条虫子还是一个 喜欢用翻自己其实电影里一个像素点 对吧 很有可能是这样 前段时间我们在网上还推了一个 就一杀一世界 它是拍的是一个海滩上的一个沙滩 我不知道它那个是怎么拍出来的 一直放大放大放大 就是一堆沙的沙力一直放大 放大到极致的时候 你会看到其实一颗沙一个沙力很小很小了 但是放到极致的时候 它里头各种颜色各种形状 看起来就跟宝石一样 它是一个纪录片 哇塞看完了以后就觉得 就是人家说小就是大大就是小 你看到一颗沙里头进去了以后 看到哇塞就是实际 所以那种感觉还是很神奇的 我觉得影像其实最大的感受就是 对它有它的魅力 对有时候一句话说也是这个意思 然后你用影像本零零指表达的时候才真的正好 所以影像也好音乐也好 我觉得其实都给人 其实都好像是对这个地方直接产生效果 然后让你直接达到某种 你要靠形体去解决的一些问题 这就是可能要问问你自己为什么起这个事 就是你做这个事的初心是什么 对象在夜中不会真的 哇 他都仰望着满天星河 他都仰望着满天星河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